快看星期三的肚子 还有伊尼 他们怀孕了吗 多莉有新角色了 画眼睛 微笑 做发型 新外观需要时尚的发色 晶云上色 包裹锡纸 现在换衣服 一件彩色上衣 扎染裙 很棒的选择 换上新衣服 穿厚底鞋 检查一下颜色 新衣服非常适合它 星期三和伊尼决定看电影 女孩们边吃爆米花 边看电影 我受不了了 暂停吗 是的 是的 我不太舒服 吃太多了 我生病了 是因为汉堡吗 不要再说了 那你想吃什么 看起来很好吃 我要这个 哇 伊尼在吃狗粮 它的口味真奇怪 是我的小狼人想吃 准备喝茶 水壶会有用的 放在盖子上 带有模式的按钮 用这款全新的搅拌机 准备健康午餐 星期三再看书 肚子咕咕嚼 肯定是宝宝饿了 该吃什么呢 做一份番茄汁吧 哦不 星期三忘了盖盖子 到处都是西红柿 哦 真是个惊喜 怎么回事 我帮你吧 番茄汁好了 倒进杯子里 有朋友真好 拿假指甲 用工具磨指甲 付上不同的颜色 放入透明盒子里 贴上标签 伊尼要做沙拉 亲爱的 该吃饭了 看看我们有什么 可以做沙拉 Let's go 嘿 这把刀怎么回事 根本切不了 伊尼非常生气 爪子长了出来 有办法了 耶 切菜真方便 伊尼吃完了沙拉 零食时间 伊尼 你的指甲怎么了 没什么 用来切菜了 用指甲 真是太有趣了 拿一用口罩 喂库洛米吃 将棍子拼接起来做框架 盖上口罩 放细节 单装轮子 两半的折叠平方 宝宝宝 宝宝要出生了 女孩们选好了医生 宝宝要出生了 让我看看 亲爱的 躺下 朋友们互相鼓励 和你一起 真好 好的 别看了 拉上屏风 孩子们出生了 你的宝宝 真可爱 我该怎么办呢 不是这样的 星期三 我帮你吧 看 很简单 还好有伊尼帮忙 嗯 骑骑蛋 重新改造 蝴蝶拍打着翅膀 有坐垫了 这是孩子们的安全座椅 要出院了 你的宝宝 星期三伊尼 车子来了 他们冲向戏车 装不下安全座椅 该怎么办呢 我们得想想办法 自行车怎么样 方便又环保 好主意 星期三固定好座椅 妈妈们要回家了 拿模板 剪尿布 瞧 完成了 整堆尿布 按颜色放好 两种线量版颜色 妈妈们一人一合 嗯 好臭呀 宝宝需要换尿布了 该动手了 我同意 呃 太可怕了 没有尿布了 我也是 等等 这是环保尿布 可以清洗 试试吧 现在等一会儿 完成了 不错 太好了 我的呢 这里都是黑色的 嗯 没事 什么颜色都可以 妈妈们哄孩子睡觉 终于可以休息了 撕一张纸 拉铃露魔法 把这些纸放好 一本速写本 你可以用这个画画了 星期三的宝宝 觉得很无聊 彩虹宝贝醒了 来玩吧 嘿 把玩具给我 这是我的 小手来安慰宝宝 给宝宝拿来一本素描本 他很有天赋 画复活了 在房间里跳来跳去 小手赶紧帮忙 然后安慰宝宝 两个宝宝都有本子了 一起画画更有趣 我们来准备材料 零件飞进了房子里 平铺屋顶 制作家具 软电 将家具放置好 玩具屋和他们的房间很像 星期三的宝宝睡不着 彩虹宝宝已经睡了 睡不着 把它焦起来吧 星星 一只蜘蛛 在哪 你醒了 快看这些娃娃 把它们放在房子里吧 好呀 搬家派对 欢迎 这是你的新家 没错 和孩子们的房间一样的玩具屋 拿乐高 选珠子 变成了灰色的金字塔 第二个是彩色的 女孩们在房间里玩 你还怕蜘蛛吗 为什么 快拿走 星期一不要这样 没事了 玩金字塔吧 很有趣 需要按颜色排列 等等 什么 星期一拿亮色珠子 伊妮拿了灰色的 女孩们想了解彼此 异性相惜 好样的孩子们 接受新事物是很棒的体验 杰西和他的女儿苏要去散步 宝宝遗传了妈妈的所有优点 当杰西梳头发时 苏找好了妈尾便 看到妈妈正在穿鞋 苏也想穿 你这样穿跟鞋走不了的 拿着 最好穿上自己的鞋 杰西正在挑包包 她知道该如何挑选配诗 她的女儿也在准备 但她拿了一个手提箱 哦不 你这个不搭 然后她看到了一个彩虹筒 还是这个比较好 好吧 你准备好了吗 我们去公园吧 喂 黑暗娃娃准备一个筒 添加油电线做的手柄 把它涂上黑色哦 我们可以用这块和牙签 做一个漂亮的铲子啊 黑色的玩沙套件 使黑暗宝宝更开心 唐娜和她的女儿游米也来到了公园 宝宝总是在沙坑的黑暗部分玩 玩黑沙有趣多了 干完酒后就变得无聊 我们的爱心妈妈决定给你了一件礼物 这个可以帮助你还装任何沙子 这也好多了 用纸板箱做一个沙坑 把一半化成彩虹色 在另一半加上破碎的咖啡小瓣器 浇水滴营造出黑暗的氛围 看起来真的很吓人 上面张满了铁锈和灰尘 周围有很多树枝 甚至还有蜘蛛网 啊 看看那些可怕的蜘蛛 彩虹的一面有一个完全不同的面貌 鲜花盛开 墙壁是闪亮和闪光 沙坑的一部分看起来像花盆 把沙子倒进去 我们把沙坑分开 这样孩子们就不会搞混了 为我们的黑暗女孩倒入黑沙 苏的一半将装满彩虹纱 黑暗和彩虹妈妈都带女儿去公园玩 游米非常活跃 并且什么都想要最好的 怕不让苏弯花花梯 他们两个相处得不好 球鲜也没有帮助 总是不想让对方玩 现在他们开始打架和指责对方 哦 我们得帮帮他们 妈妈们让孩子们平静下来 并建议他们在沙坑里玩耍 这样两个女孩都有自己的地方了 看起来成功了 女孩们喜欢在这里玩 但很快他们又开始不听话了 黑暗女孩被撒了一身闪光 彩虹女孩身上也是泥浆 开始下雨了 妈妈们不得不带女儿回家洗洗 让我们把这个冰淇淋容器变成浴缸 首先用这样的冰淇淋漆突出它 然后用海绵把它涂成黑色 浴缸像黑夜一样黑 添加美丽的大理石装饰品 它看起来更漂亮了 把玩具盘粘在一些装饰品上 将它们连接到管上 把它涂成黑色 淋浴准备好了 我们需要添加一个旋钮 可以用木珠做稳定的腿 几只蜘蛛网盖住了浴缸 但爱黑家庭喜欢这种风格 在公园弄脏后 你必须洗个澡 连油米都同意了 妈妈正在洗澡 这里有足够的泡沫 温度也刚刚好 宝贝 该洗澡了 妈妈帮你洗干净 很快 妈妈也记定洗澡 因为它们都淋浴了 把第二个容器 变成彩虹家庭的浴缸 沾上热钩零件做为腿 用饼器酸气盖住浴缸 向腿部添加电门黏土 所有都吐成彩虹的颜色 加入一层肢剑油 并扫闪光 用鲜花装饰墙壁 我们可以用管子和一些装饰品 做淋浴 蟹牛后面有彩虹 转动这些蓝衣食真有趣 彩虹家的浴室干净又闪了 妈妈往浴缸里倒水 直到泡沫看起来像云 现在我可以帮我的宝宝洗澡了 水纹怎么样 很暖和 又连夜装满一个小瓶子 这是一个神奇的黑色沐浴露 添加一个环道蓬松小龙球上 宝宝会喜欢蜘蛛型海绵的 你在商店里找不到这样的东西 把桌子放在离浴缸更近的地方 这样唐娜拿沐浴露会更方便 你需要一直看着幽冥 她已经开始调皮了 妈妈不建议给女儿也泼一些泡沫 你可以在水里玩 也可以洗澡 完了一会儿后 唐娜在浴缸里放松了 杰西喜欢护肤瓶 用珠子做可爱的瓶子 沾上标签名称 这样就不会混淆它们 妈妈选了一瓶带泡沫的水 然后选了第二瓶凝胶 泡泡真闪闪发光 杰西比她的女儿还喜欢打闹 她告诉女儿玩泡沫是多么有趣 你甚至可以用它做新发型 哦 只需要用你的想象力 妈妈和女儿洗了个很棒的澡 现在它们舒服又干净了 让我们为黑暗的优秘制作沐浴玩具 小鸭子 不可能的 鲨鱼 这个好多了 青年图很容易做成鱼 还有更多 它们已经在挥动棋了 用笔系三七盖住鲨鱼 画眼睛 嘴和锋利的牙齿 但别担心 它们在对我们微笑 妈妈 爸爸和儿子 准备去浴缸里游泳了 汤纳倒入水 并给油米加上鱼 当宝宝看到它们时 变得不再挑剔 并且开始放松了 谢谢你们 鲨鱼 我们需要为杰西和苏 做套彩虹架族套装 用弹性植物做一件紧身连衣裙 真的很适合它 剪一条薄薄纱 使用气球作为弹性袋 攒凉腰部 并把弹性袋放在剪刀上 把包纱对折 并像这样穿过去 交替不同的颜色的包纱 经过这些步骤 我们做了一个 闪闪发光的蓬蓬裙 相见不添加肩带 一件漂亮的闪光作品 将装饰领口 系上钝带做大蝴蝶结 用蓝衣食装饰服装 一切都需要闪耀 妈妈和女儿非常努力地 挑选合适的衣服 这些衣服太完美了 苏宝宝不停地照镜子 看他的蓬蓬裙 宝威 你看起来真漂亮 像一只小蝴蝶 杰西和苏穿上相配的衣服 去散步了 唐娜和尤米也没有浪费时间 她们也准备了家庭套装 现在是向全世界展示的时候 出来给我们看看 哇 她们真漂亮 像黑暗公主一样 准备好了吗 是时候去公园散步了 将咖啡搅拌器切成碎片 你可以用她们做一个稳定的板灯 添加背面 别让她摇花 这些碎片是稳定的腿 首先 用油漆盖住它们 然后画一部分彩虹色 剩余部分涂成黑色 这边长着一朵黑花 形态长在框架上 蜘蛛网覆盖着长灯 另一半正好相反 看起来完全不一样 在这样的长灯上 女孩们有了自己的角落 让我们看看这是否拉近了她们之间的距离 唐娜和杰西很快就认出了对方 她们总是从人群中脱颖而出 怎么样 她对你的女儿有帮助吗 当然 温水玉简直是奇迹 这是真的 游米一直和苏谈论她的新鲨鱼 苏给她讲她的泡泡头发 耶 成功了 女孩们真的成为了好朋友 将粉色浴缸涂成白色 给水龙头加绿色 浴缸生锈了 但这样很特别 天快黑了 睡觉前要给女儿洗澡 打开水龙头 哦 又生锈了 把干净的水放在桶里 好多了 看女儿宝贝 是的 妈妈 去后面换衣服 她脱掉衣服跳进浴缸 小心 妈妈用海绵清洗 给女儿盖上毯子 可以睡觉了 怪物从放射新垃圾中逃出来 这个会有用的 连接吸管和吸盘 涂黑色和黄色 旧助塞还能用 妈妈回到家决定洗手 她一打开水龙头 水槽就满了 啊 下水道堵了 没关系 可以用助塞 来清理 哦 是这个 一搓头发 终于好了 哦 有气 有了 我是一只独角兽 太脏了 妈妈看 我是独角兽 你总是这么调皮 选择黏土 拿黄色的 球变成了小鸭子 真可爱 妈妈和女儿在水上乐园上玩 妈妈看我 小心 着陆 火烈鸟受够你了 直升机来了 看到他们了 降落 你好 哦 凯西 很高兴看到你们 这个给你 小鸭子 哇 谢谢 去泳池玩吧 可爱的小鸭子 陪着女孩 一起游泳 更有趣 他们很开心 宝宝很喜欢 哦 小鸭子 卡在头发里了 用面料 捡一件披肩 勾勒轮廓 并缝帽子 太黑了 看起来很破 面料很旧 但女孩会喜欢的 妈妈和女儿 坐在房间 丹尼儿很无聊 我要在床上跳 愿意真有气 下来 亲爱的很晚了 哦 我累了 还盖住毯子 嗯 有了 啊哈 宝宝睡觉时 妈妈开始缝纫 丹尼儿会喜欢的 丹尼儿醒来 看见一套新衣服 嗯 我怎么睡着了 早上好 亲爱的 请洗 一个披肩 试试吧 穿上真暖和 谢谢妈妈 耶 这是最棒的礼物 给塑料浆果涂泡光机 浸在闪光里 这是沐浴球 加上标签和蝴蝶结 妈妈购物回来 哦 好多袋子 咻 购物太累了 嗯哼 休息一下 妈妈 浴室里有身影 小狗发现了很香的盒子 不要吃 这是沐浴球 给妈妈准备浴缸吧 泡沫开始冒出来 加玫瑰花板 太好了 怎么回事 嗯 妈妈我在等你 惊喜 哦 我的宝贝真好 谢谢 泡澡真舒服 嘿嘿嘿 分离一块块粘土 变 分成小块肥皂 叠起来并用麻绳缠绕 洗衣灶会有用的 妈妈知道它的神秘力量 肥皂很有用 洗衣服 简单 洗澡 洗衣灶也可以 还可以用洗衣灶来洗碗 油纸立即溶解 很干净 你用了什么 盘子在发光 不要惊讶 我用的是洗衣灶 给你几块试试吧 OK 拿浴缸细节 干装水龙头 涂柔和的色调 用玫瑰装饰侧面 添加打印的瓷砖 将吸管放在木棍上 拉开闪光窗帘 彩虹妈妈和瑞秋 在厨房里做汤果 帮我做奶油 瑞秋赶紧帮忙 但她忍不住奶油的香味 吃了一口 好吃 哦 你弄脏了 真好吃 去清理吧 妈妈打开热水 添加泡沫 清洗脸上和头发上的奶油 瑞秋喜欢泡泡 现在干净了 拿毛绒面料做三件 缝起来做戴袖子的长袍 胸前有一枚胸钻 背面有雏菊 为了保暖 妈妈准备了温暖的长袍 穿起来像这样 好了吗 给手臂涂身体乳 然后是腿 养吗 呵呵 一家人坐在壁炉前 停着琵琶的火声 美好的夜晚 用牙签末端做小飞镖 用泡沫纸做羽毛 帮助飞镖飞 做了两套剪扒子的图片 很棒的磁性飞镖 妈妈露过垃圾 看到了什么 新的飞镖 谁扔掉的 女儿在等她回家 我回来了 看看这个 来试试吧 哇哦飞镖 我一直想玩 呵呵 赶紧试试吧 妈妈和女儿玩得很开心 飞镖成为了他们的新爱好 小马图片和彩色封面变成了甜色书 插入跳环 很棒的甜色书 亲爱的新的甜色书 赶黑家庭来拜访彩虹家庭 哈喽 让他们甜色吧 哇哦 我们喝茶聊天 丹尼尔加入了瑞秋 很多可爱的小马 一起吧 有足够的蜡笔 丹丹尼尔只用黑色的 妈妈 妈妈 玩得怎么样 看看你们画的 嗯 哦真棒 你很有才华 嗯哼 下次还要一起玩 Woohoo Yay 呵呵呵 嗯